那其實辛惠姐 以前在馬來西亞作秀 在遭遇的時候 有一次不小心得罪巫師 我們知道馬來西亞 好多這樣的故事 對啊 巫什麼 巫師 那個時候是 差不多四五十年前 對不起 一不小心 說到我的年紀 看不出來 沒關係 我們那個時候說真的 比較亂 然後我在那邊唱歌 那個時候我們叫 Show Time 對不對 本來是舞池 唱歌 然後Show Time 然後燈一亮 然後一個舞台就伸出去 然後我們就去唱歌 那前面是一個小 就是一個小孩子 就是子靈 就是有子靈 一個歌姓叫子靈 子靈餃子那個子靈 對 你認識啊 東區 東區頂好名電城樓下 那個子靈餃子超有名的 對 他小 那時候還很小 他的唱歌 他都資深的 對你來講他還是小 小妹妹 欣慧姐 妳保養得太好了 一個不小心 OK 妳跟慈禧太后是媽子 靈居 你看他的嘴巴多厲害 好了 結果在唱歌的時候 他下去唱 唱的時候就有一個人就講說 你晚上多少錢 你價錢多少 就要講 就會問他 然後他就 就進來就哭了 就進來就哭了 因為姐 他就問我們晚上多少錢 跟我一講 我就老大姐個性就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我去唱 該我唱 你唱什麼歌出場的 夢想 我只會唱這個 夢想 我站在你的前方 你站在我的前方 擋住我的雪巷 燈燈燈燈 一夜一晚 鬼吵 快講 然後我講說 他又問我 你多少錢 我說你問我 你媽多少錢 我就多少錢 對 辣 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個老闆就 就下架 欣慧姐 你不知道他是誰 你就這樣講 我說是誰 馬來西亞的總統 對 我說我管他那麼多 他講話都 他侮辱我們 沒禮貌 對 他侮辱我們 我們只是來唱歌 我們幹嘛 問我們多少錢 當然他媽多少錢 我說多少錢 他說他是巫師 我們這裡很厲害的巫師 他說他 我連夜把你送到基隆坡 我們在巴都巴哈 巴都巴哈是很鄉下的地方 我們就連夜 就被老闆就送回去 到基隆坡去唱 把你們送遠一點 讓他的法術 就是抓不到你 就抓不到我們 對 好了 結果呢 我們那個朋友 一到十二點鐘 就開始拖光了 那個 就是一個 女生 他到十二點鐘拖光 我們用繩子什麼幫 他都不行 拖到一點鐘 然後他拖光 還要到外面去跑 跑完了 抓住... 然後鐵鍊鎖也鎖不住他 然後到一點鐘 他就醒過來 問他什麼事他都不知道 那還是沒穿衣服 沒關係 我們就趕快把衣服 給他蓋好 每天 然後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高鐵 也沒有什麼快速高路 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結果有個大哥 就鄭大哥 他開了四天 三夜 三夜 車子跑來 請問你們怎麼樣 我說我沒有怎麼樣 我好疼 他說沒有 你怎麼樣 我說滾著滾著 他在脫衣服 每天一點鐘到... 十二點鐘拖到一點 他說沒有 你嚇得... 你被嚇得比較重 我說是嗎 我嚇不得... 我只知道有一天晚上 睡覺的時候 好像有看到一個頭匠飛過來 我還想... 這什麼東西 我也搞不清楚 飛頭匠 有沒有 飛頭匠 我聽過 那時候沒搞懂 然後他說 你有帶什麼 我就說我什麼都沒帶 然後他就說我想... 對 我是基督徒 我媽是基督徒 我身上就帶了一本聖經 他說 你有一本聖經 難怪他沒有嚇到你 他沒有嚇到你的回饋去 他就回到他身上去了 他說 我說這個聖經有這麼好用嗎 就那一次 所以我沒事 他們就說 是因為那本聖經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倒我身上 就下去了 我去了 那個滾著滾著拖了多久 拖了一個禮拜 拖一個禮拜 對 你們住同一間 每天晚上要幫他蓋被子 什麼的 麻煩 煩 抓他 綁他個蓋 什麼時候蓋被子 到處抓人 你也別睡了 怎麼睡 那一次很嚴重 這個巫師也可以這麼囂張 囂張 那時候才多 有東南亞多得是 他年紀有沒有比你大 他可能差不多四十多歲 你那時候十幾歲 二十幾 沒有 我現在在算是說 他走了沒 姨妹 我在這邊講他 壞話 我回去有沒有看 他走了 我都七十了 他比我大 二 三 四歲 他一百多歲 為什麼還不走這次 我怕他隔空聽到了 換我看到那個 謝偉姐就說不怕 他下箱頭 我來擋 我都七十了 不怕他 他好像在打排球 把他打回去 什麼東西 還有 我在馬來西亞 其實那個時候 真的是 我們大概是四五十年前 因為我是全台灣第四個 拿到歌心證 以前唱歌要當歌心證的 對 大家所有人都跌破眼鏡 因為我的歌真的很爛 我真的歌很爛 唱給我這個Key 我會唱別的Key的 但是我是唱歌聽的 因為歌聽一天三場 十五天換一支歌 再怎麼樣 上十五天也會唱 對不對 對 第十五天就準了 對 準了 然後再半年 再半個月 第十五天是 老師跟準了 對 所以我是這麼唱的 對 我歌聲大 可是考試的那一天 我說完了 因為我們有指定曲 還有一個抽 自選曲 然後那指定曲抽 我說完了 每一個都是 我們一朵小花 搞什麼東西 我說完了 然後那個抽籤的就 你怕死 我說我怕死 我一定過不了關 她說抽這張 抽這張 抽這張 我抽了 夢香 懶懶的天 白白的雨 我過關了 藍天白雨好時光 我已經過關了 我是第四個去 所以說那時候歌星 在外面很少 那時候我就說 我們在外面做秀 是一個禮拜是300塊美金 1比40 那就1比40 然後有一次 我媽她就給我打電話 跟我講 我跟你講 我買的 我看到我一棟房子 我要去買房子 你趕快要多賺點錢回來 要... 她要買房子 我到哪裡去賺錢 好棒喔 目標明確 對啊 上買房子 可是你房子買很多 其實這樣對她來講 壓力很大 對啊 我的 可是妳們那時候 東南亞賺錢好賺啊 也是你們這樣看而已 我們自己也要唱對不對 然後還有 製裝費就那麼極限 就算了 然後我說 然後他們就講 我們每個地方 都是300塊美金 只有到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有個馬共 以前那時候有馬共 馬共是什麼 馬來西亞共產黨 喔... 你當他氣的國語 我說不要整 不標準 共產黨 馬來西亞共產黨有聽過 對不對 然後就說 他們那邊在那邊 他說 他們那個區域是不是 他們佔據的一個區域 那他們佔據的在裡面 他說我請歌星 台灣歌星來唱歌 我一個禮拜給他500塊美金 差不多雙倍 然後我們就這樣進去 我就去 然後我就睡到一半 然後司機就想 小姐... 不得了 他們這馬共來了 就看到有人被吊死的 還有有人被打死的 然後我就司機說 怎麼辦 我回頭也不對 不推頭也不對 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拍進那個區域 已經了 那已經很多人被吊死 然後還有人被打死在那邊 我說怎麼辦 然後就一堆的民兵就來了 然後就河強就說 就這樣 就一直這樣講馬來西亞話 一直講 我什麼話也不會講 我的英文只會講 I am 台灣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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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台灣星哥 I am 台灣星哥 然後我只會講台灣星哥 其他的英文也不會 後來 然後就突然間有一個 有一個人講華語 什麼事 我一聽到講華語的 我就開始 我說 要死 你會講華語 還不出來 還會講英文 講個半死 嗶啪啪啪啪 就開始罵 我死了 好有膽 然後他跑一會 對 他也嚇了一跳 他說你誰 我台灣星 他說你台灣星好一個 我媽要買房子 我要買房 我要錢 你妹給我五百美金 我要去賺錢 他說你 你就這樣來 他也被我嚇到 然後就說 那你這樣 我說我要賺錢 對 他說好 他本來想叫你回去的 對 然後你說你硬要賺五百美金 他說你進去多少錢 我說進去八百 那你外面三百 所以我一定要賺錢 我媽媽趕著要錢 他就給我一張通訊證 給司機一張通訊證 我就進去 結果沒有人敢進來 我唱了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快... 八百美金 一個半月乘以 乘以四十五 會不會多少多少 一百多萬 媽媽買房子 我的房子就要出來 那個一百多萬 買兩棟了吧 四棟都可以 那時候房子還多少錢 對不對 這用命薄來的 可是我傻傻的 我就是廣大 管他那麼多 所以那這些 馬貢的觀眾 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 套不套 我沒有跟馬貢的套 我是到裡面 那裡面的人 又不是馬貢的 是經過馬貢的區域 區域 然後後來 我那個通行證不得了 每一個人都靠我通行證 因為一個半月錢賺夠了 妳就把那個通行證 拿出去外面賣 我就給歌姓們進去 我那個計程車司機 他專門帶 他也賺很多 我那兩張很厲害 妳後來有沒有 謝謝那個給妳證件的中國人 我也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他 對不對 我也找不到他 我只是 我見面 就把他罵一頓 他也傻傻的 他就罵傻了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族變成人生勝利族 跟著心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書官方粉絲團